中共左转步刹车直接右转,为时已晚,美欧日新提案惩罚中共,近几个月来中共对民企态度似乎发生很大变化,不但习近平肯定民企地位,中共司法系统也宣称支持民企。 有中国金融学者表示,中国经济下滑,而中共政府这么做就是在片下面,老瞎别跑,但这为时有点晚了在川普的压力和鼓舞,下美欧日提交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方案,要求惩署国企补贴日媒报道该提案,针对的是中共,美国政府长期谴责中共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国企补贴,并窃取他国知识产权。 中国经济新年节节下滑,近期中共宣称740万人返乡创业外界质疑是大规模失业潮,司法系统宣称支持民企经济下滑,为时已晚聚自由亚洲电台11月13日报道中共最高法院上周发布公告。 明确表示,为了让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安心经营要坚决防止,将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几个月来从民企退场论到国企不可替代再到自己人。 中共对民企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本月初,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提出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还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习近平亲自出面为民营经济背书,可谓是中共政府,表达对民企关爱的大手笔很快。 中共司法部,最高解和最高法负责人录,需表态大力响应中央下达的指示。 中共最高法党组书记,院长周强上周一召开会议,时强调要,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 严格落实一罪同无的法律原则,他还提到法院会促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4月中共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主持会议,时说,对于有关部门移送的刑事案件涉及民企刑贿人,民营企业家的,要依法审慎采取强制措施。 对符合从宽处理的案件,依法坚决从宽,不该封的账号、财产,一律不能封。 以确保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中共司法部部长傅振华上周日表示,司法系统在执法时对民营企业、经营中的一般违法行为要以教育为主,不能一味处罚。 最大限度降低对涉案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说,这是中共政府,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之下喊出的新一轮口号。 我觉得中国经济的下滑已经确定了,经济实在是不行了它国家政府机关才提了要力挺民营经济但提了之后, 民企的信心基本上已经被打死了已经悲观绝望,到几点了政府这样做就是在片下面,老乡别跑。 但这为时有点晚了在外界看来,习近平本人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很复杂。 他九月在东北三省考察时强调,国有企业地位重要,不可替代是中共党和国家的重要依靠。 力量此后他又在上个月难寻时提出民企必须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但有舆论认为这样的说法,何必关锁国无意和江兵认为,中共政府对民企发出的矛盾信号,反映了中共立案的执政风格。 矫网过正是中共政府的一项做法,因为他一直挫骂错了他又改,他一改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本来是左转的,突然连刹车都不踩就直接右转他这种做法。 反而更让人怀疑,美欧日提交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方案要求惩处国企补贴图,为一处爱贸港口据海外媒体报道,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引领和鼓励下美国,日本与欧盟代表12日,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联合提交了世贸改革提案。 方案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方面,对本国进行企业补贴的成员国进行处罚。 这一方案是美欧日三方在今年9月,签署改革,相关联合声明后,公布的首个进展。 方案说有国内企业补贴行为,且错过对世界贸易组织提交报告截止日期两年以上,的政府将需对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罚款,并禁止担任重要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职位。 一年内未提交报告的成员国,将被暂停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活动,并禁止在世贸组织会议上发表意见。 直至会议结束日媒每日新闻报道称,该提案似乎针对的是中共因为中共当局并未把其政府补贴的实际报告提及给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政府长期谴责中共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国企补贴,并且取他国知识产权。 美国政府表示,中共这些举动,长期给其他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带来经济损失。 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在上周末的采访中告诉媒体,中共的贸易模式,看似与前苏联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都是由国家掌控经济。 他说,中共经济的发展获益,与借取他国的技术最大的问题是信任问题。 纳瓦罗说,中共方面仍然在否认外界的所有指责。 中共称740万人返乡创业外界质疑是大规模。 失业潮中共,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数据宣称中国有高达740万人返乡创业,是振兴农村的新生力量。 然而不少人质疑这波农民返乡创的真实性,更有人吐槽明明是农民工的大规模失业潮,却偏偏要说成是返乡创业。 综合外媒报道,中共农业农村部8日声称,目前中国的返乡创业人员高达740万人。 这些人包含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和科技人员平均年龄40岁。 高中以上血力占40%,已经成为带领农民致富,振兴乡村的主力军。 然而外界质疑这波返乡创业潮,只是失业的另一种说法,阿波罗网页净函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